在南湖红船延安宝塔下重温革命历程 通过展示中国交通水利、通信等领域成就 描绘中国发展新篇章 飘扬的红旗和奔腾的骏马 象征奋进新时代 9月20日 距离新中国70周年华坛还有10天时间 记者在长安街沿线看到12处迎国庆主题花坛 吸引了许多行人驻足拍照留念 说到国庆 行人们提到最多的词汇是喜悦和自豪 因为70年国庆气温特别浓厚 而自己感觉也是比较喜庆的那种 怎么说呢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慨 一种自豪感 一种骄傲 你像天安门那块布置的都特别好 就是让大家都能感受到 就是中国的壮大 特别的激动 一晃都70年了 从49年建国 其实中国一步一步走来也挺不容易的 能到今天这样很高兴 像这种花坛啊 很多个地角 就是探地了 各种的丰富多彩的 各式各样的本事都有 前几天往前走的时候 就还没有到天安门 觉得心潮澎湃的 全是那个血液都在废坛 在与主题花坛合影留念的行人中 记者注意到一位身穿国宝熊猫印花T恤 帽子上贴新中国70周年纪念图案的大叔 他说自己是专程在国庆前夕 从香港赶来为新中国庆生 现在还没有开始 可是哪个戏份啊 特别特别的 特别是哪个天安门男人 我是香港人 我专门过来 是新竹我们的70年 国庆的 那这个衣服是买的 我平常都是减穿的 衣服是因为国庆 我平常都是很多很多很多 据悉 12处迎国庆主题花坛 分别对应春天的故事 奋进新时代 不忘初心等主题 在展示新中国70年成就的同时 营造热烈的节日氛围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新闻网客户端